物流车卡车还有军用车 统统都可以变成绿能电动车 全场焦点还有它无人驾驶发誓 超过75辆绿能车统统在展场中亮相 现场还有各种AI科技与环保零件 台湾知名电动充电桩龙头品牌 也把握展示机会 公司总经理亲自领队跨海赴美 寻求更多合作机会 几天在美国看 有充电桩但是感觉还是不够多 不管是品牌车 甚至你今天看到的所有物流车 也都全部转电动化 还有美国制造 所以我们这次也是希望说来看看市场 看看未来要怎么做 会更接地气 这家来自台湾的科技公司 今年迎来创立50年 绿能产业电动装区块也已发展10年 更是亚洲第一家发表360千瓦快速充电的厂商 与迪士尼环球影城 以及奥迪充电站电动巴士等产业品牌 也都有合作充电桩设备 电动桩整体销售额 北美约占40% 欧洲占40% 剩下的20%才是亚洲市场 显示出台湾制造的充电桩 在欧美市场已占有一席之地 会直接是设厂 可能美中 美东都有可能 因为本身每一席就有公司了 这场绿能运输大展有超过5000家的厂商来参加 包括台湾的品牌也跨海来征绿能产业的一席之地 其实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拜登以及加州政府本身 对于绿能产业以及电动车产业都相当的鼓舞以及鼓励 因此也让这样的相关的产业是越发蓬勃 拜登想要确定我们有至少500,000车车 在2030年之后 所以我们想确定我们在合适 这意味着改变我们的策略 跟50年的经济经济经济 所以我们也要注重 现场大多以物流以及绿能零件为主 主要客户群还是锁定在各公司厂商 不过现场这一台蓝色轿车也成功吸引大家的目光 尤其是驾驶座设在中间打破一般汽车的常规与印象 太空感十足 业者也透露这辆电动车预计在2024年正式上市 电动车产业近年在加州发展神速走在全美的最前端 加州政府更规划预计2035年 小型车都必须达到100%的零气体排放 加上再生能源与环保议题的催化 未来的美国绿能产业如何突破与竞争 值得你我期待 欢迎新闻特派记者陈丽婷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欢迎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